2016年,9月28日,9月28日,兩周年 今晚也有些人去了鐵馬公園紀念 今晚輪到雷王,沒有當年那麼精神 眼睛都睏了,看不看嗎? 我很睏,對不起 今晚你們會覺得很好聽,因為我不會出聲 傻了,大家很想聽你說話 現在我們有畫面了,為什麼在網站看不到血液? 緊緊緊緊緊緊 今天蕭公子,樣子都說很睏,所以交給你 其實我都不是狀態,報了多少 早上8時開會 你寫了兩篇萬言書 也不算萬言書,只是舊料 你只是懲罰我,叫我看這個字 我不是懲罰你,話說最近熱門話題 其中一個就是橫州 其實橫州怎麼可以說這麼久 哇,還有東西正在播出 天天都有東西正在播出 新世界又製作了一些資料 明明是獨家,人家又沒有 但又不應該是獨家的資料 在他手上 人家就想做它,難得有位置入 就是搞得她和胡蘇仔一起上鏡 後黑面黑,矛盾很大 現在林鄭又閃了 今天阿爺吹雞,兩位立即同台 這個是阿田少華說的 然後羅生門,輪到白宮發言人 發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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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人,心聲歷仔 發言人 發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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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是橫州這件事情 就搞得天下大亂 非常好玩 所以為什麼大家窮追不捨 當然大家追求的理由各有不同 我就先製造混亂,唯恐天下不亂 所以女王很討厭我,說你萬言書 大家看慣到文章,知道有習慣,就用了資料 做足功課,有些研究 至少大家受不受見解或立場的事 極度過癮的一件事 所以我鼓吹,煽動的是什麼 稍後再說,928主要說煽動 請問前進,要不然開槍 煽動的是什麼?是另一回事 就是動機,有些魔鬼細節在後面 先說這些數據和事實 最新資料出來,轉過來數回 為什麼曾先生,經營者這麼大的車場 打死也不肯走 原本就說賠償不夠,諸如此類 然後蘋果就踢爆 那個數據最新出來 有什麼可能會夠 不是你每呎賠多少的問題 曾先生,我的車場 很好賺 每年賺八千多萬,一億的收入 但他的租金是一元計 無本生利 你想想我們這些普通人 租四百次都一萬多元一個月 做那隻狗 一元計 基本上是象徵式,不用錢 一元計 根據這個習慣法裏面 任何合同都必須有錢銀交易 因此最低的錢銀交易是象徵式 比一元計 這個很過分 擺明是走法律 好像你買樓 好像買樓 我聽一些地產經紀說 如果買樓 或者是律師樓 買樓如果是 那個價錢 就是朋友之間用一個比較價錢 便宜的價錢賣給你 稅局都會調查你 是不是故意你們兩個人 故意打龍通避稅 所以這件事 引出更多的疑問 而不是解答問題 引出更多的疑問 就是地主是不是傻的 一元就這樣送地給你經營 況且原來那個曾生 都不是大地主 那塊地就像獸花布 積在一起 原來有很多地主 也不是全部原居民 這樣才會過癮 那為什麼會造就這樣的局面出來呢 我要補充 如果你的漫言書 我是沒有眼花的話 因為看這麼多字 真的會花的 而我沒有解答錯一個點 就是其實曾生 這位曾生 他之所以 那八千多萬的盈餘 或者是收入 除了那一元雞的租金之外 也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是 為什麼不肯接受政府的賠償呢 因為一個是一炮 一個是每個月的收入 應該就是說 你一個月的收入 大過他一炮買斷 他怎麼會賣給你 沒有錯 第二就是 其實收錢也不是他 即是金雞 你不會賣 所以變成就是說 如果我直線思維 我已經在賺這麼多錢 我不會賣給你 地不是你的 那業主不賣給政府 那業主自己又收多少錢 除了一元之外 這才是好問題 你明白嗎 世界上做任何生意的人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煞頭的生意都有人做 就為了市場有一種生意 沒有人做的 就是蝕本生意 那就是說 如果這些地主 明明有一塊地 根本收不足市值租金 為什麼他要租出去 所以變成說 這件事由美嫂上頭 就越來越多疑問蛋出來 到背後的一輪大龍鳳 就有很久玩的 也不像我們這些 唐鞭鶴的踢爆 我相信有心人會做事 做多多 做多大 不知道 但是起碼 就像剝人聰一樣 好像過癮 好像偵探片 剝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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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大家流眼淚 還沒看到底蘊 我講的 都已經叫做公開資料 有多少沒有公開的 我講的公開資料 有什麼加科呢 就是我用數據 帶出了另一個有趣的角度 就是那個城鄉對立 不是真的 人民鬥人民而已 有人很喜歡玩這些 你知道 鬥到什麼地步 其實原居民裡面 絕大部分 都是受害者 他們得益是不大的 因為的而且確 你可以看得到 套丁這個事實是怎麼回事 就是有人是有丁權 就沒有丁地 明白嗎 所以你發覺 兩條縮是完全不合格的 你這裏是不是想說的 一個項目 就是你的漫言書 我又記得有一段 證明我有看過一篇 就是 其實所有的政府儲備 土地儲備 用完 都滿足不到那些丁丁的 不夠的 滿足不夠的 因為在排隊 起碼是二十多萬人 準備拿地 是未能拿到的 就算全地給他 都不夠用 很簡單 所以未去到2047 已經玩完了 誰說永續基管法 就肯定是鬼 因為根本是不能永續 我們知道 你是鬼不是鬼 可以計算數出來 因為你是否是鬼 你都變不出地 不是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自己的隊友 其實那些地是不缺的 這個最重要 就是說 如果你所有那些地 真的按正常的市區規劃 來蓋這個多層的住宅的話 基本上是不缺的 你不單止那二十多萬的丁 可以進入屋 連排上公屋的二十多萬的 藝民都可以上樓的 搞清楚 之所謂叫藝民 因為他的確是給螞蟻 還要賤 所以叫藝民 屎路人 沒錯 對不起 這二十多萬的屎路人 我們可以當自己是白宮發炎人的角度去答 第二件事就是 丁拳的丁丁 當然不會跟你住這個多層的建築 人家當然是建一個七百呎的村屋 美輪美換 這又錯了 為何在數據上或事件中 踢爆了這件事 如果你所說的說法是對的 那不會有兔丁這件事 兔丁是甚麼意思 是將他的丁權賣斷 賣斷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看回市場房屋政策 你一旦摸過一塊丁地來建丁屋 你其實是放棄了公共房屋的津貼 即是你沒有權再申請公屋的 那你想一下他只收了幾十萬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抵得上 好像你所說的那間公屋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你還有那麼多人賣丁 兔丁 意象是甚麼意思 你賣丁兔丁那些是他們自願 還是背後受到某一些壓力 或者集體的壓力令到他要賣丁 其實那個壓力是錢而已 不一定的 太少錢或太多錢的壓力 你看看攝聽風雲3 你會感覺到那一部電影 可以講到一點 這方面的套丁 所以你發覺各種不同的說法 所以是有更多質問 可以提出的 例如說 如果他有選擇 他有選擇可以去住公屋 可以去住居屋或者樓換樓 是不是這一堆有丁沒有地的原居民 就一定要死倆 要一間村屋先 你算一條數算不到 因為一間村屋賣幾百萬 而他只是拿了幾十萬 是完全算不到數的 你明白嗎 就算你現在申請一間公屋 你可以租者自其屋計劃 買一間公屋的 都是幾十萬的 但是你可以百幾萬的公屋 只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住公屋也好 你入到居屋也好 甚至樓換樓也好 你實際上的金錢得益 絕對是大過你賣丁的 這個很過癮 但是會不會 其實套丁的實際利益 比我們所說的大很多呢 這個就要由原居民自己解話 但是賬面看不到 可不是說 完全不合理的 如果他住公屋也好 扭換樓 或者他建一間丁屋 他絕對的利益是大過他 賣了他的丁權 就是簡稱套丁 你怎麼算都算得到 那你不能夠正確的 the only reason 就是其實 其實利益是大於之前那一堆 而不為我們所知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利益歸誰的問題 這個就是重要的 另外我們 也聽過很多 有人是有組織地去收集丁權 有組織地去套丁 而這些組織用什麼手法 去大舉收集丁權呢 也是真的像蕭公說 要他們自己才知道 如果原居民自己不出來維權 沒有人幫助他們的 你說的維權 蕭公說的維權是那些 弱勢的大部分 沒錯 地逼賣丁 我們看攝影星王3 裡面的那位林家驊 如果有看的朋友 就是負責做這件事 三十萬一個丁 原來不賣 不賣 就莫名找人的手法砌他 電影是這樣做 所以有時這個事實 可能比這個小說更離奇 那又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就是 那個矛盾 我經常都說 雖然女王生生氣還生氣 可能是所有藍燈都不是很勞利 不過 這肯定不是事實的全部 因為我怎麼計算 我怎麼看現象出來 都發覺即使原居民 那個群體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弱勢的 絕大部分是弱勢的 否則不可能出現狠燈的現象 然後再看成因如何呢 我覺得是一個自由市場的自由買賣 不會是,都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虧本的生意沒有人做 有什麼可能是不明明開鎮,800萬的人不賺 他可不可以給你一千萬,他放在枕頭底?床下底? 不知道啊,你說什麼? 沒有啊,真的 依然看到有很多是沒有辦法 唯有接受一個更差的居住環境 還是在村內禍居? 很有趣的現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統計,或是他們自己做的統計 是絕對值得研究的,否則那個現象是解釋不到的 正如說你明明一班大地主,你大地主才算 我收一元雞,租地給他做車場 你每個月收了一千萬,那條數我解釋不到啊 一元到一千萬,你說做什麼生意? 女王做過租客,你明白什麼叫尋租到你了 明白 你的業主會在門口數著你,有多少人進去吃飯 對 然後就是加里租的嘛 沒錯 為何某位人士這麼把炮 調成他惡的業主? 明白嗎? 好像女王說的,除非你業主另外有性格 大家就找一個性格出來 所以這件事連銷帶打火車,很多東西爆出來 超過癮的 他會將以前做的那種暗潛規則慢慢逐個揭 現在只是剛剛開了一個小蓋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件事,我給名字叫橫洲事變 就不叫橫洲事件 不簡單 簡直是更過癮,當年的盧溝橋事變 打到來的 所以殺了進去,血肉橫飛 你也知道名字改造,決戰的話 總是會血腥一點點 到底打成什麼樣,就無人知 但肯定是越來越多 現在不是這個施殺烈車,而是施殺橫洲 是開始的,有起步點 而且是整個東北 整個新界 還有東北這麼大 還比橫洲還要配呢 還有大雨山嗎 所以變得好過人,一件這麼小的事爆出來 那個導火線在哪裡呢 不是有新人,素人,做了票王,進去立法會 我們重複說的就是革命性 香港,地少人多,這是真的 但實際上真的不缺地 不缺地 視乎你怎麼分配 說回歷史成因 你不要歸英戀直,覺得這麼開心 那個成因的原因是英國都做出來的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女王有一個心理上的障礙 就跨越不了 為什麼那群人有兩千多呎,房子不要 收二、三十萬走人 但你想一下,其實英國都給你一個假選擇 除了你建燈屋之外 其實他沒有給你其他東西 即使你賣斷你的地 或者你賣掉它的丁權 否則你其實 你不能出租 你沒有其他東西 你沒有其他選擇 那你想一下,這是不是真選擇 因為先前也做過另一個手勢 人家益了另一班先前大富豪 就是當年開發新界的時候 第一,他真的不是迫遷 不過他簽法票而已 就是換地權益書 即是我拿了你的地 我拿了多少呎 我賠了多少呎 不過就像山頭角那樣很遠 其實也是迫到很多農民都走投無路 為什麼呢 你想想一下,我是耕田還是耕田 那如果我在荃灣耕田 或者屯門耕田 你推去山頭角耕田 那我怎麼生活呢 其實生活不了 所以當時有很多農民 也是被迫 將政府塞給他們 這張換地權益書 的欠單 轉手低價 賣給了地產發展商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 很過人的統計數 就是為什麼四大家族 居然會有一千公頃的農地 做一些儲備 而是非常集中的 為什麼可以做得到這樣呢 就是因為你拿著那張欠單 反過來問政府 真的給你地產 有權 轉讓 真的問政府給你地產 就儲存在一起 一次過圈 你會發現土地分配非常過癮 第一 你表面上看的新界 綠油油一片 灰蒙蒙一片 現在變成中土 很多土地在這裏 絕大部分都是未開發的 就是在兩個儲水池裡面 營結了 一 就是政府 千萬不要說政府沒有份 政府兩千多公頃的土地儲備 有九百多公頃 即一半 接近是留給原居民 隨時申請 拿地建丁屋 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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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公頃 九百多公頃就是一千 明知不夠派 都要放在這裏 第二邊廂 就是四大家族 都拿著一千公頃 你想想兩邊加在一起 就等於升寬 土地儲蓄的總和有多 而沒有香港人份 聽清楚 是沒有屎路人份的 有九百多公頃就是給丁屋的 其餘的一千多一點 就是給那四大家族 自己的藍丁丁的 所以我們一般的香港藝民 是沒有份份的 所以你發覺很過癮的情況 那個原疑在哪裏 政府維持了差不多一千公頃的丁地 隨時可以拿著 政府擁有的 不是人認領的 他在等誰來認領 這個又懸疑 因為你明白 有丁沒有地其實是常態 因為人口多 舊村已經拆了七七八八 還有這個制度 有丁沒有地是常態 有丁沒有地是常態 那他肯會多 問題就是 鼓勵了另一件事 除了生多 就是鼓勵供求不平衡 供求不平衡 根本沒有可能 蓋到這麼多丁屋出來 那麼簡單 你分開都不夠蓋 於是凍結了 所以說什麼呢 很明顯只有一個理由 即是用這個 所謂篩選的邏輯 篩淨得差不多 集體換票 只有一件事 就是準備給人換地 不簡單 不過不是丁丁 集體換票票 不是丁丁 香港人吃屎屎 沒錯 所以其實 你當福爾摩斯探案 又怎樣 一端猜無所謂 大家去找真相出來 所以為什麼 這件事 一石擊起千從浪 用市邊來形容 像打仗多些 風煙死起 很難遇上 非常過癮 所以這裏 隱身下去 還有很多事情 為什麼曬太陽 又可以不理他呢 就像呂王 交租做得那麼辛苦 人家不用交租 坐在那裡收了千萬一個月 為什麼呢 到底有沒有交稅呢 第二大問題 有沒有交稅呢 很誠疑問 現在插開說一句 特朗普都說自己沒有交稅 是聰明的 不知聰明的 聰明的 另一件事 除了交不交稅 你想想 實在他應不應該有那個收入 如果你開一間餐廳 你沒有飲食牌照 照計很嚴重 但有一個問題 你交不交稅呢 香港的稅制 第一不會有資產增值稅 也不會有資產土地限制稅 沒有 這是非常過份的 我不用過不過份來形容 但不合邏輯 如果你說香港的土地 是稀缺的 是重要社會資源 是鼓勵流通的 而你維持著地 不動的話 照計有很大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落在哪個身上呢 那又是那些市路人那裡 你會等啊 幹等啊 交貴租 賣貴樓 但如果是人家 要爭議 那些人就說 如果你有一個土地限制的稅收的話 那四大發展商 又是將他這個轉價 到消費者身上 很大不同 很大不同 什麼加貨呢 就是說 你要令到樓轉了 才沒有那個稅庫 你怎麼加下去呢 你可以加價賣樓 沒所謂的 問題是 其實如果一次的湧出來 樓價就跌了 不是跌不跌的問題 我說供求的問題 就像2003至2007年左右 你每個人都住 沒有人吵 租人家 不只是土地限制的 我們自己看見 那些新的屋苑 有很多 類似大陸的鬼城 那些是鬼樓 真是何空置很久 總之我就是 等他限制了供求之後 製造一個 供不應求的假證 基本上樓是炒門 要來住 是不是真的有心地做一回事 我只是說一個很經濟理性的現象 就是說 如果你將社會成本 轉化為機會成本 你用什麼的載體 去承載這件事 就是限制稅 哪裏有限制稅呢 大家經常講比較的 德國就有限制稅 德國有限制稅 稅率不高 總要有一個稅 計算出來 就是機會成本 你有快地 你不用 於是社會上有需要用地的人 就用不到 付錢也用不到才有人害怕 那誰知道 就逼你 這是香港人自己愚蠢 香港人有一種心態 就叫做 我們要尊重私有產權 但是在德國 他們 財產是你的 資源是大家的 這句說話 在第二個範疇 德國人都顯示了出來 記不記得 如果你在德國吃飯 吃剩菜 吃剩菜 是 賣給你 收錢 這個有個故事就是這樣 錢是你的 強國遊客 走去德國 叫成炸菜 顯示自己豪氣 然後就走 然後就依應來說 你這樣不對 你給錢 你也不可以這樣浪費 你給錢也不要浪費 打包給你 他說 我們給錢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事應立刻 他 錢是你的 但是資源是大家的 一句話 香港是沒有這種思維邏輯的 私有土地 資有產權 我們尊重私有產權 他們喜歡什麼都可以 喜歡團地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做局長 團地都是行公二號聯運 就是這樣 所以不就是 香港經濟的資本主義 都是假的資本主義 你不要看英國人的露點 你以為是真的 你想看英國的祖家 大家喜歡歸英戀籍 祖家有沒有的 其實稅一樣很重 土地稅是很重的 因為他確保了一件事 你持有的物業 你是不是用一個收入 來對沖你成本 你明白嗎 這個機會成本的概念 你要創造一種土地使用的收入 來對沖你土地持有的成本 如果你不租給別人 你不賣給別人 你不在上面搞生產 做生意 你將它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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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它變成博物館也可以 可以的 你任何人去行 這個公眾也沒什麼所謂 你收入長權也沒所謂 這件事很重要 但是就是資源使用 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 是按照計 所有東西都應該有價錢計 有什麼可能有機會成本 沒有價錢計 古怪的 所以發授稅是早加英國 它的物業稅收入很重 一樣的 這是應該的 它不是打擊你有錢人 不是妒忌你有錢人 反過來 你制了機會成本 反映機會成本 你要使用資源 而且這個是令到你國家 或者那個地方的資源 有一個更加有效的使用 不是被一群尋租的既得利益者 撐住 而將他們的利益 無限大之餘 是由整個小 去承擔這個後果 這個很重要 這個概念已經有很久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讀網書 或者喜歡誤道理 那些所謂的屁股 真的經常亂教英國法 很簡單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財產概念 英國幾百年前已經有 至少一百年前 立法確定了 信託法裡面 關於土地信託 其實有年限 很多人沒有留意 你不要以為是私有財產 把信託交給子女 千秋萬世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是土地信託的話 其實有一個上限 九十年 跟你現在所謂官地的地契 九十九年的概念是一樣 到了照計你有生之年的盡頭 資源是重新再分配的 但是唯獨是香港做了一件好事 過癮的 九七之後 居然不跟祖家做事 做了一個很過癮的法律改革 改革 用正面來形容 法律作反 差不多 是取消了遺產稅 唐英聯時代 這個意義是甚麼意思 就是說 你有錢的 就千秋萬世存下去 不用成本 就這麼簡單 因為遺產稅 就是再分配的其中一個機制 人都不在 當時做財政司的唐英聯 其中一個便解 有錢人將自己的財產移到國外 他們都抽不到 就索性取消了 因為他有份 因為他有份 唐老先生年紀都不輕 追過人的福家科 香港所有的離地中產 港豬是一致贊成的 為甚麼是很過癮的 就是因為他自己 所微薄的遺產 他都要加遺產稅 很過癮的 因為他沒有一個所謂下限 總之是遺產就加遺產稅 好像六百萬 很少 一層樓已經要交的 問題是一層樓算不算遺產稅 可以 那你不算高一點 一層樓不算 自住不算 有很多豁免可以給的 但是居然港豬 是舉腳贊成 一不過取消了所有遺產稅 主要是中產港豬 有一層樓 就要維持自己 一身成就那一班 所以不就是幾個死 容易被煽動 為什麼這次有寫一篇文 提醒大家 即是橫舟這件事 顯露出來的深層次矛盾 遠超過大家平時所想像的東西 而其實歸根究底 都是香港人的思想 那個劣根性 不改的 即是根本不用腦 你為了眼前的形頭小利 英國佬製造出來 跟著這個 九七之後 那個特區政府 繼續承傳發揚光大下去 只要給你一些形頭小利 你原來是什麼底線都沒有 你可以什麼理性都沒有 總之保住你的兩分雞 什麼都可以 所以變了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社會 所謂深層次矛盾也好 撕裂也好 這麼嚴重的對峙也好 資源分配也好 沒有辦法理信也好 就因為人民鬥 人民繼續進行中 當大家都是鬥爭心態的時候 而不是對著一個真對象的鬥爭 人民和人民之間鬥爭 很傻 跟著所有資源 就壟斷了大媽媽手上 因為沒有資源共享的概念 沒有這個概念 莫說沒有資源共享的概念 所以提醒港獨派的那些本土派的那些人 你想清楚一個很簡單的事實 其實香港的領土是並未統一的 什麼叫並未統一呢 是周圍都有些軍閥割據 土豪是一批 官府是一批 豪強的商人也是一批 將香港是四分五列掛分了 官商向黑四版塊 有人說是我不管的 總之是強權處處 唯獨是沒有屎老人份 有這個八旗的圈地 是一樣的 但現在又是官商向黑的圈地 仍然是 問題是港獨不理的 所以有人繼續接受思想鴉片 香港總之地少人多 香港總之一定沒有地 總之一定要輪住上公共 總之它的傳統權力一定不能動 唯獨不是 香港公民社會尚未形成 大家還未意識到 邊界境內 到底是否屬於香港人 香港人的定義是什麼加科呢 你會不會真的香港人和香港人之間 內部有一個討價還價 協商到結果出來 例如說我不要搞得這麼極端 為何一定要建三層二千一 為何我不會去樓換樓 換樓二千一平方尺的居屋 為何不行 是不合理的 你怎麼計算出來 你在居屋裏面那三層樓 以及你建三層樓 霸住居屋那塊地 有多遠 問題是這個選擇 你有還是沒有 沒有 你連討價還價的空間都沒有 這樣才過癮 莫哥說討價還價 整個觀念也是有問題 我講過類似這些土地問題 跟一些有好鬥中產意識的那些 他們認為自己都很厲害 不是豬 我說地產商這樣 豬都不知道自己是豬 通常這樣搞 我說你香港被地產強權 你文章裡面寫的強權 我得讀他即時的反應就是 賺錢是很應該的 自由經濟就是賺錢是很應該的 我說這樣賺錢法 是整個社會去付出這個代價 而他們去賺無限的錢 是否這麼沒良心賺 是否應該呢 有一種賺錢的方式是揭責而言 對還是不對呢 大家想想想 等於以前有很多捕魚的手段 包括扔炸彈來炸魚 是否這樣才對呢 你發覺中國人原來是覺得這樣是對的 中國人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連南海的珊瑚礁都刮光刮正 怎樣是捕魚的 所以最早 他不知道他刮都算 你刮了珊瑚礁來賣我也算 起碼陳世堅可以欣賞到 好像我已經不懂得游泳去看 都不要緊 你都有一個官長價值 或者可以流通到 但是他們現在就落在下面的珊瑚礁 寫著陳大文道次一游 他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所以香港人存在於世間之間 有什麼特別的呢 除了特別蠢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 除了特別蠢之外 如果我跟他們說這些 我都是一些離地說 我真的有時候跟他們比較 他們才是最貼地 他們如果是在事實上 數據上駁斥不了我們說的話 他會遞回我一句 你都有層樓 為什麼你經常想樓價跌呢 他是在質疑我的動機 你應該是希望樓價升的人 我說我層樓升到上一億 難道我賣了去睡街嗎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財富 有得住就有得住 有得住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覺得中國人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動機論 當他沒有辦法去幾乎 這件事到底是對他 對社會大眾 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很結論的答案的時候 他就說為什麼你這樣 你一定是有自己個人的動機 個人的目的和好處在裏面的 所以說中國人 你沒有辦法跟他說公義這些事情 因為他之後就說 你講這件事 你一定別有私心 數? 跟著亞當史密夫的國庫論的話 有私心是好事來的 還有有野心 狼子野心 野心大 就說六大特首候選人 未是候選人 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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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劉就看著野心大 其實野心大是沒問題的 你有個野心你才做到事 你做到你有個機會 你才能夠 你明白嗎 make things into reality 但是在中環社會 就連野心都不能夠存在 還有就算做特首都不能對政治有興趣 是 老董 大家記得老董出現的時候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 你在香港最重要的政治職位是由你去負責 然後他搞政治問責制出來 我對政治沒有興趣 今天搞政治 結果搞出來的時候 就不知道是什麼政治問責 說得近一點 黃維基也是 玩死了 黃維基也說 他從最初說不想政治化 到自己出來選立法會 不是一樣 整件事 最後他就知道不可以不政治化 也就是龍門任官 也就是 起碼他都叫醒覺到 知道政治不搞 即是你不搞政治 就是政治來搞你 不簡單 所以變成 黃維基這件事 燒了一個火頭很過癮 很多事情搞 反而我覺得 到底新界的原居民 尤其是弱勢 那些大部分的人 什麼時候才醒覺呢 我真是不知 是否只有二、三十萬 搞定了 但其實是否除了二、三十萬 別無選擇 可能真的沒有 那位偉大的毛主席 對中國農民性格的那種調查研究 都比較準確 貧如若私 貧窮 愚昧 現在你看到香港那些中產港豬 都是沒有什麼改變 雖然那個形象 穿的衣服 或者他們學歷 跟那時候沒有的那些農民 不是那麼有不同 但基本上那個邏輯思維 沒有什麼大分別 價值沒有分別 價值沒有分別 還是那種很中國傳統農民 又是那句 形成不到一個現代公民社會 這是個人的一件事 這是人不能現代化 日本的時候 脫亞日貓 就是要把自己的人種現代化 他洗底 價值觀洗底 上集被人摩擦 所以今集說笑一點 哪個摩擦 有啦 方丈最小器 女方丈更加小器 所以不出聲 但說一句 我在日本 反而見識到 真的儒家思想的完美呈現 儒家思想最好的那一面 即是儒家能夠帶出人性最光輝 最美好 黑記福禮 為人 禮意廉恥 禮意廉恥 仁義信直勇剛 是這些 禮膝求諸爺 不就認了棍 嘩 但是很厲害 即是你假設這一套 不要咬到你媽媽的背後 即是這一套思想的發源地 他現在好像喪屍病毒大規模爆發 全世界變喪屍 明明本來是人 明明本來應該是謙謙君子 但現在全部變喪屍 反而他當初這一套思想 全及去顯堂史的關係 去了日本 而日本真的看到那種黑記福禮 譬如乘搭地鐵的時候 不用電話 你不走就站一旁 你走就站另一旁 即是那種 他所有東西都以 最大的分別跟中國人 就是那個資源 是怎樣共同享有 以及要平均分配 即是你說人家的社會 不是共產主義 人家的社會 仍然是有貧富不均的情況 like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但是 他們明白的東西就是 譬如地震會排隊 你試一下在大陸地震 你看一下有一個超級市場 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這些 這麼細微細小的東西 你看到的分別是很大的 我覺得更加值得留意 以及研究 其實是你們兩個很喜歡看這麼多字 的人去想想幫幫忙 就是為什麼他們 日本是可以 將他儒家思想 是真的absorb到 而發揮到出來 而不是好像中國 就算你說未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儒家思想仍然存在的時候 都不是這樣的 他在五四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打到恐加點 不是文革的 文革只是最高峰 為什麼會同一套的東西 在兩個地方 會有這麼不同的體現 因為大家追求現代化的概念 不同 我差一句說 讀八個書多 現代化的概念 日本人來說 他不是不抄西方 你看人家抄西方什麼家科 人家的典章制度 文理價值 思想哲學 是那些東西來抄 軟件人家注重這個 所以變成人家真的要 所謂改變社會 我們所以為的西化 日本人不是叫做西化 不是這個概念 是現代化 即是Moderner 就是兩個概念 中國真是很可惜西化 就抄 總之哪來老貨夠貴 就買 總之家裡裝修 有很多時辰鐘 有些西洋畫 有些西洋唱碟 就為之現代化 對中國來說 所以中國那些 所謂的全盤西化 真是很可惜西 就是西 還有西到什麼程度 就是喜歡抄馬列毛 他就先抄一下英美 英美抄抄抄又好像不太好 抄一下馬列毛 因為馬列那一套 較為接近小龍的思維 這是來老貨 所謂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就是好聽一點 對嘴型 你明白嗎 居然在西方找到小龍 對聽的東西 你發覺逢馬列這一套 在一些專制極權和落後的地方 最榮受歡迎 俄羅斯西方最專制最窮最落後的 東方的中國 對 又是地方大 人口多 大資源又很少 又愚昧 又封閉 又封閉 英國佬不受這一套 但仍然尊重他們 殺國佬都不採念 他這套公會 共產黨不是那一套 不是那一套 美國當時三十年代 也有共產黨 還有日本當年 日本也有共產黨 有 還有日本明治為真 那些知識分子 他們看得比較透明 中國那些仍然是老等 說的那一句 到現在都沒得著色 頭過紅 看看這些是什麼 哪些實用拿來主義 這些叫做拿來就好 很順手 你看看日本 複雜與吉 當時是最出名的 大佬 日本的大佬 他很簡單 脫亞入歐 他不是把整個日本搬到歐洲 不是這個意思 他要把日本 變成一個歐洲的先進體 脫亞 不離開亞洲的落後體制 改良人種 不是把日本變成紅蘇綠雅 有些人叫鬼拿來幫他打總 不是 或者山都猛藍 不是 他大搞國民運動 大搞教育 提高營養 那些才是真的 這些改良人種 是這樣的 科學地改良 日本一些傳統不好的東西 例如武士喜歡自己來決鬥 那些不行 你一定要參軍 國家的軍隊為國家而戰 不就是為大明而戰 對 所以你就變成大家一二向攻 所以他們就是這些不好的東西 剷走 好的東西 所以我很明白 我覺得我要花時間 最好要學日文之後 真的可以看日本 他們自己寫自己的歷史 到底為什麼以前的日本 好像中國都是諸侯分封的 即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公 即是當時的大明 即是莫苦時代 這樣一層層的 一樣是四大家族 一樣是各隊的 都是這樣的 一樣是打獲金的戰國 日日抽的 但為什麼人家又可以脫下入歐 這麼成功 你明治維新 這個說遠了不要緊 似乎好像說了 這個歷史台 都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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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說得到 即是你明治維新 對回中國幾個百日維新 時間差不多 但一個步道很直 另一個很成功 除了你說老乾婆 就是只顧慶祝自己生日 即是你明治天王 就是一天吃一頓飯 這些就是小心一下 亞女王說的事情 表面上都沒錯 但是中毒甚深 中毒甚深 就是什麼 因為他還沒看過 那些親近日本人 和日鬼佬寫的歷史 而是看了中國人 替日本人寫的歷史 那就很糟糕了 於是你得到一個 擔心的印象 遠一點來說 日本人即使當年 軍閥國和戰國時代 和中國的內戰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分別做什麼呢 就是在於他每一個大明 其實都是追求科學化的實力增強 大明即是諸侯 來增強自己的戰鬥力 不只是一味靠打 那麼簡單 如果你看看很過人的統計數 其實幾十年前已經出版書 叫做《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而是從大歷史的角度 看看歷史的統計 就是日本在未曾結束戰國 未曾去到莫苦時代之前 日本所製造的現代火器 槍炮 比全世界都多 比歐洲都多 這個時候 強國人不是走的嗎 你太疏愛感情 火藥是孫之鳥發明的 四大發明是中國人的 你用了強國所寫的版本 去看日本的歷史 就什麼都看不到 你真的拿回數據 看別人計算出來的數 日本的戰國 是現代化戰爭來的 明白嗎 他們在用火器 不是進口火器那麼簡單 他們在外國買了火器的設計之後 他們自己製造火器 槍炮 日本在戰國使用的總量 莫苦未統一之前 是比歐洲大 即是他的現代化戰爭的水平 是到這個級別 然後莫苦時代清 禁止所有諸侯自己製造火器 收歸中央 用很傳統的武士道 要他連刀劍 是完全一個落後 問題是 如果他不制止 諸侯繼續現代化 滅了國 他不可能贏 他不可能贏 幸好贏了 然後又幹什麼 還有人死了 不是死了很多 他仍然是一個 你不要說無兵 他仍然是精英戰爭 也就是說 他所謂的全民戰爭 不是每個人都當兵 他仍然是貴族對貴族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可以搞現代化戰爭出來 所以他即使在莫苦統一日本的時代 莫苦只是一個共主 你們說德川莫苦 德川莫苦 我們不說那麼遠 不要說祝利二滿 他們類似西周的共主 日本仍然處於一個 類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體制 地方上的自由度 相當大 大過中國的中央集權很多 中國當時由秦始皇開始 到近代的中央集權 兩千年 其實痛得好死 閉塞了很多人的路 說閉塞這一下 日本也是非常清晰地顯示出 他的現代化或超前思維 所以如果你去到日本參觀橫濱 諸如此類的所謂舊的城市 發覺日本有很多字 就在外國抄過來 你不明白為什麼 他以前沒有所謂西學這件事 他叫蘭學 蘭學 蘭學是什麼意思 荷蘭 荷蘭人的學問 什麼叫荷蘭 荷蘭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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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個地方 北面的地方 其實留在北方的海角 南面的地方 在橫濱 然後很多知識分子 特意去那裡學 跟鬼佬交流 不只是貿易這麼簡單 因為那時有武器槍炮 不讓你玩 宗教不信進場 甚至迫害基督徒 有歷史記載 你不信到澳門 看看大三吧地牢 很多人去澳門 只是去島、去食、去玩 但我提醒大家,即使是這麼近的地方,你都沒有去過看 澳門不是很會帶很多的博物館給你看 反過來,有很精彩的博物館,你不看不可以 不,故之前的鄭和夏西洋的紀錄非常精彩 但我講日本的連結在哪裡 澳門大三峽,地底下是有一個墳墻 而墳墻裡面開了一個博物館 將當年日本受迫害的基督徒的受難故事,畫了一個壁畫 亦可以看到西洋傳教士在日本被人趕走 那時候中國還未到明朝 所以你會發覺很過癮,很神奇 十六世紀的時候,日本發覺有很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是將一個很超前,很開放的現代化 雖然是內戰期間,但很超前現代化 和世界全部接軌,的社會忽然是鎖國 鎖國之餘,清算基督徒,清算現代化 還留下幾個口雲去通商 但沒有辦法完全剷除所有人去做學問 所以有難學這些事為存在 所以在西方衝擊日本之前 日本仍然是跟西方有一個接觸 就不是完全鎖國,變成不下蒙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白痴,不會見到你這些全教士 就說你在這裡下毒藥,邪教 我留意到兩件事很重要 我覺得一個就是他賭國 比起中國這個大陸國 就是天下中心為我獨尊的 那個心態很不同 因為你賭國就是一條小蟲 它什麼資源其實都很欠缺 而賭國你發覺英國也是這樣 日本也是這樣 它什麼都要向外求 它求回來的東西,簡單來說 你越難得到他們越珍惜 他們對於外來的東西 他們是很求之若渴的 他們很想要,很用心去保存 日本人是極有這個好奇心的 很過癮的,做學問是很認真的 還有那種海洋心態 賭國的海洋心態 令他們的胸襟視野 是可以保持得比較開闊 不會耕著良貌秀田 抱著一塊一層樓 覺得是寶 可以傳給後勢 很過癮,中國不是沒有的 所以你講大歷史很過癮 如果你看回,千萬不要看正史 讀史記的人 或者讀二十四史的人 就真的讀史片好過癮 那些是假的不得了 如果你看明朝歷史 就是日本戰國的年代 開放程度是甚麼? 日本本土,日本邊緣那些更開放 你看看鄭之龍這個大海柴 很過癮 鄭成功是混血而來 他還有一個荷蘭女婿 很過癮 你看看鄭之龍那隊海軍 是聯合國一樣的 很大的控制制海權 不只是控制制海權 即是你跟明朝通商 有時候要靠海盜的船 很過癮 而這班人雖然說是海盜 但他們反而令中國沿海 第一經濟好 第二,他們將很多西洋 各種知識、科技 拿來,後來鄭之龍去了頭清 其實呢 有說回大歷史,黃仁宇也有說這件事 你看看正史,你不會看到這件事 你真是看那些鬼佬寫出來 因為鬼佬在這裡 在現場 目擊證人寫下來 中國的海盜 之所以會出現 它原本不是海盜 正常經商那班人 是船王 對外經商 他見識多 他財富多 他有靈活,他又不靠土地 他又不需要巴結這班官 他在外面賺錢 所以在文字大開的情況下 出現了社會上出了一些 其實是中產革命的事 他不需要靠土地 不需要你黃恩浩蕩照任他 不需要靠渣鞋 他就做貿易 就做公園 他賺到食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想想 做官那班人怎麼管他 所以現在輪近地區 當時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說沿海 其實首先是海禁 就不會因為海盜侵擾而出海禁 是做官那班人 不想你反對朝廷 禁止你做貿易 然後逼你做賊 那個才是海禁的來源 所以如果你真的看黃恩浩的大歷史 你真的看回當時的 鬼佬紀錄在中國發生的 所謂海盜的變化 你得出一個很過人的概念 其實這班 是在作反 作什麼反呢 就是不受你天朝那套規矩 去限制你的自由生活 果忠犯 他們是正當商人 原本是正當商人 是被迫上梁山 很可憐 逼下海為購 所以你鎖國那裏 清朝為什麼要鎖國 然後搞到鴉片戰爭 因為他們之所以鎖國 令到國家落後 他們寧願犧牲國家的前途 令國家民族徹底的落後 我都要維護中央的政權 穩定壓倒一切 都是這一句 自古以來 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怕你這件事 他不是整個三藩革命 推翻了幕府 然後做尊王讓賢 天王坐正 他跟著搞議會 我想看一件事 你們兩個更熟 很難得 即使日本經歷過三個幕府 他們都沒有推翻帝制 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你想想在中國有沒有可能 甚至世界各地其他地方 是沒有可能的 必定他可以擁權的時候 他也是擁有一個兵權 最重要的 他打贏了世界各地 天下間所有諸侯 他已經大團集於一身 其實他真的一個不乖 就可以逼當時的天王 退位 但你發現很奇怪 就是三個幕府 都沒有做到這件事 甚至他們是很厲害 尤其是德川幕府 就是他們是把三權分立的 不過不是我們現在的三權分立 而是法家 公家和武家 他們自己是武家 就是勇兵權的 但是公家就是皇室 日本天王 依然擺在這裏 這些人喜歡拜神 繼續去拜他 還有這個法家就是 那時候的佛教 出家人 出家人 你發現很有趣 就是每一次這個時代 更跌的時候 當利德川幕府 退了下來 沒有了 雞兒 不是說明治 之後 超和 沒有記錯 明治之後 大政 大政 發生的時候 就是神道開始抬頭 這個時候 那些神道的教士 就說到 這個軍國主義 將他和這個神道結合 後來發生的事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有一個克制 能夠不逼天王退位 而自己坐在一起 其實是等於 你想想這麼多個將軍 跟宗教觀有關 中國人一向都說沒有宗教 一去這麼說 他們覺得我謀反 我得到天下 我就是天命所歸 我就是天子 你也記得那時候 在漢景帝的時候 兩個 我忘記了哪兩個 在爭論 那到底現在 漢朝得天下 是否因為秦朝才行 那兩人爭論 其實不是 漢景帝也說 其實不是 不吃馬肝不代表 不懂吃東西 你想想他們的概念 不是那麼絕對的 不是說 你政邪兩立得那麼重要 而是他知道 權力的分配和平衡 因為那時候 社會是存在著 約制王權的因素 所以我發覺 其實到今時今日都沒有停過 其實是自然的現象 你任何強權出現 就自然會有東西來約制你的 問題就是 中國的統治者 特別有一個很過癮的心理要素 就是他不想受約制 他不受約制才對 一個很過癮的 因為概念上有很大的分別 日本人 他真是萬世 跟宗教官也有關 他的自然宗教官 他的皇帝是神的一部份 是宗教的一部份 他不可能會 做出一些違背 他自己宗教官的東西 怎麼可以取締了皇室呢 問題就造成了另外一樣 所謂潛意識 為什麼後來他們抄襲 歐洲抄得這麼順利 之不就是 君主立憲的概念 當皇帝是神地拜武 所謂敬而遠之 我自己選總理出來搞定 明白嗎 所以民間社會 依然是很有生命力地自己管自己 同樣道理 照樣子 做皇帝那個 他也有一個約制 他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因為你那個 所謂文化成全而來 他有什麼可能 自己反過來 剷掉你的公民社會 他自己的存在基礎 所以那個兩元的制衡 不是三元 兩元的制衡平衡 是很自然的狀態 大家無論他們在什麼時代 都不會去到盡 他們知道自己的界線 你幕府的界線 天皇的界線 我就是不去你實際的政務 普天下的事情 就是幕府大將軍去搞 幕府大將軍也不會去影響 天皇的地位 就算到尊皇讓兒之後 明治衛生的天皇的形象 和權力大增 但是天皇也不會每次去 拿我內閣來干預 有權不是用盡 不是說我是校監 我就一定安排我的粉絲 進去那間學校搞事 這個其實很正常的 他不想 不過他有一個很理性的自我約制 就是 你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你去到這麼盡 你就玩完了 還有這個邏輯 大家是為大家 如何鬥爭到我一心為功 是為國家好 現在你看看 連大學拿來搞那間大學 都是為了我自己的個人利益 所以我要有權去盡 我做校監 我連校長都要動 恭喜私勇 所以就是說 香港用這種 這種 傳統農村 和中國傳統專制意識 來搞 沒有過香港 你說先進 其實都不是先進得太多 應該就是有些很不先進的人 就企圖了管 一些很先進的人 怎麼管 所以香港的競爭力 又跌了兩位了 恭喜 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偉大領袖 沒有說錯 就是國家的地位 決定了香港的地位 就這麼簡單 什麼決定了 你想想 問問評級機構 穆迪說什麼 他說如果再有中國的干預 就糟糕了 這是我的語言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日本那樣 我還想補充一下 就是中國 他軍主專制的時候 你知道春秋戰國時候 他那個是武士社會 尤其是春秋 打仗那些都是貴族 和有身份的人 歐洲也是這樣 歐洲也是這樣 封建 日本也是這樣 事階層 他們沒有事階層 但是中國在傳統之後 這個階層沒有了 傳統專制 專制那種 他是不鼓勵你上武 就是鼓勵民事 尤其是宋之後 鼓勵一種民事階層 就是純粹中軍愛國 而孝作忠 結果就出現一種什麼呢 平日空原物 譚深聖 林毅一死就以暴君 這是中國傳統的文人 以死暴君 什麼都不會做 林毅的時候什麼都不會做 就是一死以致的國君 就是非常中心 我寧願整個國家陪我死 你良我愚中 總之你不要影響到我的權力 但是在日本 他們那群武士階層 軍人性格 他們那些 也不是普通的老粗 那群武士階層 其實是貴族 貴族之外 還是知識階層 他們是非常實際 肯面對一個現實 去到這個階段 我就不能夠再向這個 為了國家 我不能夠再向這個 幕府去中心 我們一定要走這條路 甚至德川慶喜 最後一個大將軍 德川幕府最後一個大將軍 他到最關鍵的時候 十五代 大政奉還 對 為大局著想 你們來 給年輕的那群武士來玩 我移養天年算數 你看到日本近代 很多人去到某個關口 他們真的會 顧全大局 不是去到哪裏 而是顧全大局 而是顧全大陸 顧全大陸 顧全大陸 不是這樣言 好悔 所以你看到正式的所謂 中國官方歷史 就非常distorted 有可能是看不到 我們不是說 什麼民族主義 也不是說什麼 外國主義 不是說什麼立場 我們純粹從一個客觀 歷史 尊重事實的角度去看 但很多人覺得事實很刺耳 先說立場 就不說事實 所以現在搞到很多事情 對 又是鬥到天下大亂 所以香港的港豬 我又不知道可憐你好 還是什麼加貨 其實根本就是 說回香港的現況 就是 其實根本也是那句 四分五列 割句都不得了 問題就不是說 你那些所謂政客的割句 政客其實沒有什麼能量 你想想那些 利益階層 地產強權 官商鄉黑 那類 誰才是香港的主事人 你不要以為手上有選票 就可以解決到問題 但善用你的選票 今次把票王放進去 就弄成一個橫洲事變出來 厲害 專業治港 和精英與暴民的結合 大家留意一下 正如香港市民 公民社會有提升到 如果不是 豬可的下子變成票王 而從來 為何可以在功能組別 殺到那條血流 真的有改善到 還有現在 功能組別的非建制派 即泛民就是泛民 什麼叫非建制派 無論如何 都整個專業議政 非建制派過了 正式開始 懂得想什麼 寸土必爭 你不再搞什麼潔癖 就算功能組別 我也不介意跟你爭 為什麼呢 你想想你這個選委的組成 你想想選委的組成是什麼樣子 雖然說 兩年前九二八那場運動 七十九日之後 基本上是失敗 爭不了真普選等等 但是我們看到這兩年來的變化 那場運動其實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傳統老那一套 仍然堅持老那一套 好像民協這些 瓜柴 原意真的看到新的一套要轉型 好像民主黨 都能 或者公民黨 都願意讓一班新人 接到棒 是不是 有些 你說清算我也好 怎樣也好 大家看看兩年前的文章 誰叫大家去佔領議會 還有誰提醒大家 功能組別也是民主派應該全套必爭 大家想想 你今天終於明白什麼事 現在還有人在說 戴耀廷搞佔中 被戴耀廷利用 還有這些 小時候 我跟他說 你知不知道戴耀廷 你知不知道戴耀廷叫佔中環正式啟動之後 有些人走 趕緊客 他們是接受不到這個事實 他說是戴耀廷搞出來 我說當日之所謂 繼續搞得成 因為長毛 跪在那裏求人不要走 要贏就一起贏 要輸就一起輸 戴耀廷突然爆一句說 佔領中環正式啟動那些人走 現在說很多什麼密密 有立場言 不尊重事實 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總之我就把聲救大草原麻煩 看看今次新的立法會發生什麼事 又多了很多新人在這裏 新現象 希望有新新氣氛可以帶你出來 下一個戰場上就說了 就是這個選委會 這個戰場超過癮 那橫州事件會不會再發酵 再影響選委的選情 超過癮 因為選委會裏面 又有少許DNA殘留 經常說英國人剩下什麼家科 經常說兩條戰線的問題 一個就是專業抗共 一個是民主抗共 你發覺選委會裏面 依然有DNA留下 你用不用呢 這就是大家自力更生 因為的確 那個位置就留在這裏 票就留在這裏 會不會像某些法界去抽籤呢 你會選我 我會不選 但起碼有選 你會選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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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做王 這反而是小事 又會選擇 我會選擇 民心背向 什麼家科 戰鬥意識是強了 公民意識 故自然 但你會說戰鬥意識 戰鬥意識是強了 戰鬥意識強到 知道在那裏 要拿什麼彈藥 才可以做到影響 骨牌效應 你會看到 由前年九二八到現在 由佔領議會 開始去到 橫州事變 再專業人士醒覺 現在就欠選委會的票 其實 英國佬 二十年前已經說了 不斷玩 你不跟他玩 不怪你 這些事情 那就醒覺 遲不遲 我不敢說 總之遊戲依然在進行中 其實很累 你由新冬補選 接著又到立法會 到區議會 接著又到立法會 接著現在就選委會 選委會之後就特首 決戰連場 真是 讓大姐休息一下 你也可以休息一下 不要緊 有票先投一票 投你喜歡那個 最可惜的是 什麼呢 今天也看回最新的 數據 選舉完之後 有些數就來了 香港還有差不多 100萬的合資格選民 是未登記的 我們那天有說到 9月4日投票之後 那個節目 我們有說到 你記不記得 還是青藏年為主 我不是說 我朋友的例子 我朋友的例子 在我家上網買機票 他就說 現在有個廉航 很便宜 四十八還是六十八 總之幾十元 一張機票 按完一輪之後 為什麼要千多元 機票來回 都是八零二百元 為什麼埋單要成千元 原來有機場稅 原來這個第三跑 建設費 是要結帳的 是要結帳的 與你無關 你不用 他知道他有份付錢 將來那條可能止降不升 那條不可能 根本就是 止降不升 只是大陸人用 香港也沒有你份用 千多億 他知道那條是世界上最貴的 只能夠 止降不升的跑道 他還要拆客運大樓 是不是第二客運大樓 我沒有記錯 就為了三跑 我真是崩潰 我亦聽過有些人在那裡 在那裡 願意吃一頓飯越來越貴 我說 其實我們吃一頓飯 如果吃一百元 其實有五十元去租 那裏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樓價跌又回原位 樓價跌很多人會死 所以租金不要跌 無限返回 無限返回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真的不要怨 如果是心根命底的選擇 很認同這種模式的話 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變了很多事不是沉默 是轉為投訴 吵鬧的不斷投訴 你很多怨氣 你很多怨氣不斷投訴 小事就去投訴 投票不投 小事就不斷投訴 那如果投了票 可否少點投訴 我不知道 但我看到很多人 小事就經常在大炒大鬧投訴 真正需要投訴 沒什麼 我們自己看學校也是 家長經常在大炒大鬧投訴 家長經常在大炒大鬧投訴 每一間佛教學校下午不提供肉食飯盒 然後已經投訴 2013年一個小孩離奇在學校墮樓死亡 然後整班校長教師在法庭說謊 被法官公開罵到七彩 沒有家長去投訴那間學校 繼續送子女去那間學校接受教育 校長和副校長,你看到那間學校的網站 仍然在一面,老神在在,沒有人投訴 因為不是死自己的子女 總之就是,你大件事他們就覺得沒事 芝麻綠豆根本不是一回事,就吵冤巴閉 我認識一個人,推出了2700萬工程 原來2700萬工程只需要70萬 泰和的後裔,那一個圍標 我看完之後想政治關不關你的事 他回覆我,他就說我比較抽離 一直都沒有政治的東西 如果好像上面那件事那麼離譜的話 我想我也要住在那條村我才會理 現在的政治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我真的完全沒有概念 這個我完全陌生 然後我就說了大抽 很正常說,你當豬來計 你剩下的豬而已,不是剩我 但是拿著刀周圍剩豬,你不理他 總之剩下的豬就可以了,不要剩我 剩下了三五隻 到你了,到你的時候就哭了 然後他就說,其實背後有沒有我們不清晰的東西呢 然後他說,我不知道,其實很多東西是很離譜的 不過其實會不會因為有些東西要平衡社會因素呢 迫著要這樣做呢 我都經常聽過 我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真的忍不住會笑 這個六八九說得對 忍不住笑,但我不知道是人笑還是哭 我都聽過,我只是說一些很不合理的東西 他一句就是,我對香港社會不了解 他用這個,我對社會不了解 所以我將不了解的東西去合理了 或者我記得佔運的時候也有個 有樓有車,有基督徒 做特首有做特首的角度 不同人有不同立場的,社會有不同 媽媽是女人 總之就是,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不需要他的立場 總之就是各個都有不同的立場 各個都合理 就是這樣 他們覺得這些叫和諧,和平,中立 經常說中立的 中林尿床 不要那麼偏激 對呀,我經常都被人說偏激 對呀,很多,好煩 沉默的羔羊 是的,投訴的大多數 剝了皮,他就不會再哭 因為他死了,就哭什麼 沉默的羔羊 所以我們說到口乾,口臭 都發覺我們出不去 什麼叫出不去 不要這麼心灰,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出不去呢 就是不接觸的人 不認識的人 不關心的人 不會因為聽了這個節目而關心 我不是說只是我們決戰中環 是任何跟我們相同類型 反而我們很妙的 我不知道兩位是不是 我是 很妙的大大聲 比我更多的節目 即是一美所謂的出火節目 那些可能會吸納到很多新血 因為呢 為什麼會吸納到呢 就是連一些平時 什麼都不理 那些 因為是中產 份工四萬多元 工程樓 都是工二萬多 還有二萬元生活 這些是貧窮中產 很好的 有層樓 人生一個什麼 高峰成就 可以做一輩子奴隸 很高興 吸了這個豬仔印 終於可以吸到那個豬仔印 很開心 買身成功 這些人 他突然之間 有一件事觸及到他 他開始有火了 我就聽到這個出火節目 他就很舒服 出火 出了火了 但他對於再深入一點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譬如你那篇千萬字萬言書 他就覺得很辛苦 很難看的 很難看的 因為他們不想 一步後退 或一步後退 他是想要長快 他不是想要痛苦 他不想理解 學習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不想知道為什麼 發誓是很長快的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如果說這麼多話 其實是趕客的 我得出結論就是這樣 為什麼 不一定 他很喜歡聽 尤其是很喜歡聽你說話 對 你爆粗也很聽 神經病 對 我想這一類的人 仍然是很多 但是真的不需要大過灰 你看看今次 李王先前說一個很意心軟的說話 叫做指導有緣人 你看到頭朱凱迪也有百萬多人 他們的選擇 至少在這一刻證明是非常正確 對 就算有個退選了的司馬民 李王 他其實是跟朱凱迪是同一個層級的那種人 你們香港這把選民吃屎 頭葉樓 你們這些混蛋 港豬集中營 你老美 港島區是港豬集中營 尤其是南區的那種中產 新界的那種水深火熱之中 深沙的水深火熱之中 你南區的反應很過癮 葉樓你看看 南區之前區議會選舉 好像是兩年前 南區可宜選區補選 一樣是新民黨贏的 中產學力越高 他們覺得有力量 自商越低 有一層樓 已經覺得很舒服 我不是告訴你 當時佔領運動 現在說回九二八 當時我收到兩個WhatsApp的訊息 一個就是我的皮膚科醫生 另一個就是一個苦科醫生 發給我為支持周庸 簽名會要到 真正愛港的什麼什麼七七 真正的網台主持人 維港發聲 我看到一個苦科醫生 我都心想算了 我都不想讓你看 總之後期 我不會給你 總之後期 他去看路科 但是皮膚科那個 我看到一條 阿姐 臉上有什麼 頭暈真興 要弄的時候 一直找你弄的 你現在弄個周庸給我探 那就是迫我轉會 對吧 或者這些是好事 因為一場運動是洗禮 整個社會洗禮 你把原先 以為一樣東西都很乾淨 但一洗下去 哪些乾淨哪些髒 你才會洗 哪些是塗 哪些是遮 你才是看到 以前你看不到的 你以為這班是社會精英 水腿你才知道哪個沒長貨 醫生一定是社會精英 對吧 真的 史太祖我以前都看過他的 皮膚科 真是陷加長 真是 沒事了 臉壞壞壞壞 他不理他 還有很多好醫生 接著 有聽眾留言說 港島是豬欄 哪個轉學到的 但是這件事 我只不過是豬仔集中營 我真的覺得現在這件事好笑 我又是等著吃花生吃到尿酸 這件事不是說新世界得到一些明明不應該有的資訊 很簡單 這個地政署 什麼規劃署 這一堆相關機構 名字都說不出那些 都說沒有給新世界的 為什麼鄭家純會在他的公司那裡 披露這些資訊 你知道誰和他朋友 你知道他是誰的第一代金主 官商鄉黑 起碼這件事已經是官和商 最少這兩個集團構成在一起 是黑是勾結還是合作呢 兩個都說得通 然後卡片蘇還會去查 那些人會想問你老闆 真的 然後這件事是怎樣 就是 又是可以等他們開片 我覺得有片開 直覺 不是有什麼精闢分析 但是如果新世界有這樣的內幕料 他還可以預先因為知道這些率先體 而去規劃他的發展 剛剛 你想想他的利益多度是怎樣 好了 如果新世界有 你不要忘記 頭號糧粉痴是誰 行隆 行隆 行隆有沒有 他反而不多 對 新界行隆不多 新世界也有 那怎麼辦 分裝不運 當然是打架 打架我們當然是看電影 最好他們口角的移動武 其他幾大地產家族 是不是就這樣算數呢 Exactly 我表面上不出聲 但是你不要以為他們真的 就這樣妥理 別人一樣是財同西大 是不是 身家營運 身家即使加起來 媽媽有 身家都一樣不會低過你 是不是新世界 是不是 他們的政治能量 去到幾大呢 有這樣的財富 他們的政治能量 一樣可以很大 但未必會即時爆發給你看 所以未來暗中 就算現在好像很和閒 暗中的角量 我覺得已經是一路一路來的 一路都有的 會越來越厲害 會越來越厲害 是吧 就算你看看 今天九月八 那份成報 又 走出幕前 將新世人幫的頭 一整天不 Bayern 揭得九二百 你好 arrow 看不見我們上次 做《如是我聞嗎》 是在大紅龍時 有一個聽眾 流閒了一言 很精彩 你有沒有看到那段 沒有 我讀給你 如果未聽未看 如是我聞 剛剛那一集是我和阿楊做的 阿楊就講一個聖經的末日預言 裡面有一個聽眾留了這個言 我覺得挺過癮的 他說什麼呢?我讀給你聽 啟示六十二章第三章 他說天上又出異象來 有一條大紅龍 七頭十角 七頭上帶著七個官面 然後有一個人說 中國是由七個人作主 每個人都是皇帝 政治局常委 真的是七個 所以我們的節目就是有高水準的聽眾 見秋 我真的想不到 我都沒想到 真的好多 所謂講諸不聽就算了 真的不要聽 不適合你 多謝這些高質素的聽眾 好激勁 真的七隻 他不可惜不起 多不少 我們上一集還在說 亂講四人幫 背後那個 之前來灣仔 弄得到一鍋譜那個 風冷債街那個 沒有開名 就自己走出來了 不過大紅龍哥不是我們所說的 是東方閃電港 因為他們所說的大紅龍哥不去 他們就引用啟示錄 說大紅龍就是在鎮壓我們那個 那就七隻 嘩 又贊助 所以我經常跟那些講諸基督徒說 看聖經 他們真的不看聖經 說信耶穌但他們不看聖經 只要信不要問 你以為是何律師嗎 十解都答不出 好賤 他在浸會見一班大學生 有學生問他 你知不知道這位被視為西環契仔的何律師 契弟 你知不知道十戒是甚麼 第九條 第十戒 應該是不可作假見證 他說我不太虔誠 我不認識十戒 十戒只有十條 背出來給你都可以 我不是基督徒 很少十條 而且這十條是基本的 你只要是基督徒 你一定要認識的 不過這樣 現在香港的講諸基督徒 很簡單 第一 你要告訴自己 不是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我是基督徒 有光環 第二 你要關心的事 只是一樣 就是性性 包括你的性取向 包括你有沒有濫交等等 很抑壓 總之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算 這位姓何的 他都說反對同性婚姻 甚至那位自稱天主教的周浩鼎 都說是反對同性婚姻 梁美芬 梁美芬 我們發現有一個特色就是 基督徒的政治人物 建制的有很多 建制的自稱是很多 非建制或者泛民等 他們都有很多 不過 非建制泛民的基督徒 他們是極少去標榜自己是教徒的 即使你說很差的黃承智 他都不會標榜自己是教徒 最多說 我不能夠贊同同性婚姻法 因為我是信徒 我的信念就是這樣 但他選舉的時候 他不會把自己說 我是基督徒 我有個光環 你是投我 這個我們要公道地說 但是建制那些 真的每個人都很強調自己是基督徒 恩信仰我無據 恩信仰無據 波叔 我團地 這個局長 十滴手小數不完 第九隻去哪 團地 我就行公二號聯憫 所以我團財寶在地上 耶穌叫你職財寶在天上 他是團財寶在地上 何律師也好 周浩鼎也好 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誰叫鼠王昏也是這樣說 另外李慧琼 這位民建聯主席也說自己是基督徒 很多 但非建制和泛民那些人 他們都不會強調自己是基督徒身份 所以 投票之前 袁天有牧師 就是九月八 開放灣仔 巡捕為你會堂 給警察 以及市民 任何人都可以進來避難 主外你們 任何人都可以進來避難 最凍得三度那天 他們那間會堂也開放給人去避行 那位袁天有牧師 他說 他列了一堆 list 他說有些人你們可以 我有這堆建議 其中一條建議就是 標榜自己是基督徒的 你不要投他 具體的字眼我不是太記得 但那個意思我沒有會在 很容易在網上找到 有良心的牧師 你感覺到他真的得到神祝福嗎 不是隨便 我只是關心聖 我是基督徒 我只是關心聖 現在的候選人 他們不是關心有沒有神的祝福 而是沒有西環的祝福 都是神的祝福 為何這麼喜歡講基督徒 其實就是過去幾十年 香港基督教在香港做了很多慈善事業 光環有了 其實都是好事 但是現在就是一群瘋媚網娘 借耶穌的名字來招搖撞騙 加上香港基督教中產化之後 多了很多很賜的中產信徒 進去 就不用腦 也不看聖經 那是對香港人 香港人大部分都不想用腦 因為又不怪他們 他們上班已經被老闆 又早上捉到一刻 捉到腦已經爆氣了 那為何你會被老闆捉 為何你生活壓力這麼大 這個問題又要考慮 要想怎樣供樓 你體諒一下他 很慘 即是你們想想政治經濟制度 令大家有這個生活 你想想香港的財富這麼多 經濟體這麼大 怎會令大部分人 包括連這些專業人士 這麼高的學歷 或有這麼多的收入的中產 都越過的生活越來越苦 即是 不是說你有沒有時間想不想的問題 而這件事已經殺到埋身 一做也是的 那些人不想的 就算對你沒有影響 對你下一代也有影響 我媽媽 我媽媽就叫我買樓 我媽媽今時今日還不放過 叫我買樓 那我就發給她 糟了 那嚇了很多對你有興趣的男士 我是女皇 我不管這件事 我不管 我就發給我媽媽 智雲大師350萬買過車位 但是那個已經不是最貴的 398萬 那個屋苑最貴的車位 買一條命嗎 大哥 怎麼買 用白油油一格 說真的 是呀 棺材這麼大 是呀 那買什麼 我為什麼要住香港 世界這麼大 對呀 有幾百萬 其實在世界任何地方買 整間房子 記不記得我上一集說過 不是我來未一集 對不起 接下來是星期五 你們要聽的是我們三個 就是決戰 就是決戰 就是算多穿橋 不要緊 德國 是否決戰還是決戰 我忘記了 就是德國的 車場 你一架大車車 裡面什麼都很舒服 冬暖夏糧 給你拍攝 沒有人趕你 沒有業主加租 沒有人騷擾你 有保安 有水電 有不同地方 是呀 還有隔壁論社 很和諧 真和諧 五百元一個月 你幾百萬 你幾代都可以 剛剛 德國你不要跟他說 他的空氣不好 你不要說他的醫療落後 這個呢 我感覺 他除了現在的男人危機 比較頭暈 這個是自己拿來 所以我自己感覺 你香港 你不要說他太過先進社會 其實呢 傳統將農民釘死在土地上面 等他不能夠動動的 那種中國傳統治理 人民百姓的那種統治方式 其實在香港繼續擁有 衰過 我補充衰過 起碼以前呢 你封建的時候 諸侯王給你一塊地 你自己耕套夠 耕完之後你上繳 是不是 你有什麼投人生氣呢 起碼他會走出來補家衛國 你現在試一下 你不是蔡元村被人拆的時候 你見不見到有人走出來補 沒有呀 有一個 豬海迪 土地正義聯盟 但這一集不是諸侯 你不見行基出來 行基就是來拆你們的 所以現在比以前更差 聽說有地主沒有諸侯 沒錯 他只是有他的權益 沒有他的義務 所以很過癮 到底那些港豬 什麼時候會維權 保障自己應有的權益 我真的想不到 說了五百元一個月在德國住 我覺得很值得 看看本地 這間橫州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出事 大家高度關注 總之在香港買樓之前 大家想想 世界其他地方 你用這個價錢 可以買到一個很漂亮的房子 我想提醒大家 記得本土統一全景 香港是屬於香港人的 即使原居民也所是香港人 因為他們都是弱勢 大部分原居民都是弱勢的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沒有人在四大地產商面前 所有人都弱勢 對 好 下集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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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